同学们好 我们需要一起来看看小说的双重视角 以及双重视角下的双重幻面 在明世风流的结尾 安娜握着波尔的药瓶 里面装着青金酸 她在此事与鄙视之间犹豫 对于她的药瓶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曾经让她欣喜若狂的爱情与欲望 转瞬之间已经灰飞烟灭 要知道她可是在人生过半的时候 才迎来的这一切 罗贝尔在渐渐老去 纳迪娜嫁给了亨里 或好或坏 可能与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作为一个职业的精神分析专家 她连自己都也还看不清楚 因此她有些抵御不了 高于一切的死神的诱惑 但是最终当罗贝尔问 你在听我说吗 她回到了生活里 崇佑并着双脚 跳入了人世 人生的希望没有变 仍然是小说开始的那几个人 亨里 罗贝尔 纳迪娜 还有那份正代命名和策划的周刊 世界的两面性 有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安娜说 不是世人在冷漠中沉沦 就是地球 重新人丁兴旺 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 问自己 如果小说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给安娜什么样的结局 会让她死吗 故事应当从头讲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 行将结束 男男女女无时不刻 不再面临抉择 可是所有的抉择 都像是个陷阱 我们读到小说的结尾就会知道 实际上 真的就是一个陷阱 生活 梦想和前途 而且最关键的是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如此 男人女人 名人小人 妓女恶棍 没有人能够逃出 必须做出抉择的命运 因而这是一部悲伤的小说 因为经验无法重拦 所有的人物 似乎都在想着 怎么才能够超脱 二元对立的矛盾抉择 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亨利失败了 迪布勒伊失败了 安娜失败了 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妥协 既然人的选择 不能够改变被动的命运 这与被选择 又有什么分别呢 因此安娜最后 没有选择死亡 他是在想 他从选择走向被选择 也是一个必然 既然我的心脏 在继续搏动 就必须让他为某事 为某人而跳动 既然我耳朵不聋 那我一定能够重新听到 对我的呼唤 谁知道呢 也许哪一天 我重又会幸福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这个存在主义的携手 就像我们第一讲中 所看到的他的矛盾那样 在爱情结束之际 也无理地将自己交给了 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的上帝 上帝或者别的什么 操纵命运的黑手 在长达五六十万字的篇幅中 这群人物始终在挣扎 男人在政治的梦想中挣扎 女人在爱情的梦想中挣扎 挣扎的原因 却如出一辙 那就是都想主导未来 无论是政治还是爱情 经历了五年的磨难 危险和匮乏 盼望许久 却又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和平 让这群人一下子迷失了方向 用安娜自己的话来说 这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 但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 那么生命的理由是什么呢 生命可以有它绝对的理由 在非常时期 活着本身就可以成为最高目标 在战争里 生命的理由可以是 挽救祖国的命运与沦陷 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人类再也没有什么 是高于生命的 普遍意义上的合理存在 在任何一个地方 祖国的轮选 都会激荡起爱国主义的热情 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 还有周围的同胞的生命 生命的自由遭到暴力的剥夺 往往就是爱国主义诞生之时 基于这一点 亨利 迪布勒伊 以及这两个中心人物周围的年轻一代 都和他们在和平之后 一心想要摆脱的种种主义 和绝对的理念 站在了一起 和平意味着 不再有超乎一切之上的本质问题 所有被祖国的二元对立 又纷纷地跳了出来 成为人类的陷阱 亨利和迪布勒伊 都想选择苏联和美国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 尽管他们的选择的本身也有所不同 并且这些所谓的自由的知识分子 都觉得戴高乐无非是另一个极权 他们指责苏联也存在的集中营问题 这是在这场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 一直被掩盖的一个问题 他们指责美国 想要统治和操纵整个欧洲的野心 然而问题在于 无论他们怎样做 到最后 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发现 中间道路并不存在 每当他们批评一方 就会坠入另一方张开的陷阱 不由自主地被卷禁 被吸入另一方的力量之中 希望报几经周折 陷入困境 事实上 这个物质的二元对立的世界 就像不允许第三者存在一般的 不允许第三条道路的存在 亨利和迪布勒伊最终 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是相当尴尬的 两个人为了坚持 各自的认知梦想 曾经付出过相当惨痛的代价 但是 在两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失败时 他们俩却又重新做到了一起 不仅如此 着实值得讽刺的是 亨利娶了迪布勒伊的女儿 并且与他有了一个共同的孩子 他们只能携起手来 因为现实生活 让他们成了一家人 这是梦想对生活的妥协 也是生活对梦想的嘲弄 亨利在最后说服了奈迪娜 让她好好珍惜现实的生活 她同时也是在说服自己 说服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然而 她已经永远丧失了 她一直以来追求的幸福和快乐 那部欢快的小说 始终没有产生 她在妥协的坚持之中 除了给予纳迪娜 连她自己也不寄予希望的未来之外 再也不明白幸福这个词 还能够有什么意义 男人的政治梦想 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女人更是这样 波尔和安娜 尽管际遇不同 对爱情的观点不同 爱上的男人不同 可结果相同 他们都以失去爱情而告终 并且把命差点葬送在同一瓶药上 相反 在这群人中 最好的收伤 竟然是早已无所求的纳迪娜 结果死后 纳迪娜在男人的床地之间游荡 用亨利的话来说 她是在与现实生活赌气 于是便讨论到过去生活之中 以过去的名义 对现实发生的一切 通通语于蔑视 这是战后年轻一代的态度 可是在所有人中 只有纳迪娜收获了安宁的结局 亨利摆脱了波尔 落入了Rossette的陷阱 疲惫之下 竟然发现 要让纳迪娜幸福 她自己也应该幸福才行 她和迪布勒伊 于是握手言和 和无奈的生活握手言和 而纳迪娜成了中间的桥梁 亨利将对她终身抱有怜惜 与感谢之情 回到在这一讲开始 我所提出来的问题 如果由我来安排小说 我会给安娜什么样的结局 会让她死吗 我想我不会 但是我可能根本不会让她去爱 爱和政治一样 是这个世界上最荒诞的努力 只不过一种努力 属于可笑的女人 而另一种努力 属于可笑的男人 不过如果真是如此 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故事了 我们最后可以来看一下小说的结构 虽然这并非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副调小说 但是它始终有两个声音交叉构成 一个是以亨利的视角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事 另一个是以安娜的视角为出发点的第一人称叙事 而且这种交叉非常规整 小说一共分成12章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亨利的第三人称叙事和安娜的第一人称叙事都是并行的 而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你会发现亨利的第三人称叙事和安娜的第一人称叙事 则是每一章都交叉进行 一直到最后 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 两个视角的叙述相互有重合 也有错落 但总体而言都是平行的 是完全在从两个角度 看待同一个时间段里的故事 虽然故事里的主人公各自不同 小说家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让这两个视角互相补足 以亨利为中心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 是男人眼中的政治理想 爱情和性是男人眼中的生活 以安娜为出发点的世界 则是女人的世界 是女人眼中的政治 理想和性是女人眼中的生活 这两个视角基于同一种生活之上 可是它们截然不同 有时甚至是冲突的 人物、事件都因为这样的双重视角 而变得丰满起来 尤其是人物 比如纳迪娜和斯克里亚西娜 又比如亨利和安娜本身 这就是双重视角的好处 它可以让人物变得立体 就像多棱镜 可以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照出不同的影像和风景 文字最美丽的地方 可能也在于这一点 它可以突破现实世界的线性结构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甚至突破结局本身 而从这个角度上说 我们应当肯定 波夫瓦在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 文论作者之外 也是一个小说家 他至少是想奉行这样小说的道德 在民事风流中 他的确也做了这样的尝试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